可爱萌物为何成为死亡预兆? 猫脸小萝莉为何频频出现? 贵妇为何电梯内惨死? 在惨案频发的背后,是猫的诅咒还是怨灵的复仇? 请收看即将为您播出的 这是什么鬼之猫看见死亡的双眼? 大家好,我是小姜,一个爱看鬼片的僵尸 各位鬼友注意了啊,小姜我终于买房成家立业了啊 想参观我的私人墓地粉卷子的鬼友 就马上添加微信小姜12306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关注小姜 每天都会为各位鬼友献上一部 精彩吓死人不偿命的恐怖片和各种恐怖视频 喜欢恐怖众口的鬼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已经添加零克脑S的鬼友,也不要取消关注 小姜也会经常回娘家 为各位鬼友带些新鲜好玩的恐怖资讯 好了,各位养妙的鬼友这期注意了啊 让小姜带着各位鬼友看一下这部 《萝莉猫妖连害树人》的恐怖片 《猫看见死亡的双眼》 影片一开始,向我们介绍了女主角小卷发 是一家宠物店的美容师 专门给小猫小狗洗个澡,洗个毛啥的 今天就接待了一个非要给自己猫 脸上拖大小分脸蛋的小贵妇 在小卷毛正在逗小白猫的时候 突然感觉有人趴在旁边的玻璃上 但是一转头就不见了 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的小卷发就出去扔垃圾 正好看见小贵妇站在那 不过旁边却多了一个穿着下装的小牙袋 在那摸着贵妇怀里的小白毛 过去这是什么鬼 我是知道这泡菜国人穿的都少 没想到这小老妹儿如此小小的年就知道这般臭美了啊 不怕冻死你这个小不要脸的呀 哎,别说我这还真没看见脸呢 这小牙袋刚要回头 突然来了一辆车 开过去以后这小牙袋就不见了 画面一转 小贵妇抱着小猫回家 坐电梯的时候 电梯门就像坏了一样 开了关关了开的 这时候小白猫叫得可惨可惨了呀 那家伙叫的呀 还以为有人拔他毛呢 虐猫呢 电梯门最后还是关上了 但是根本就没有往上走 我说大姐你是不是就顾着关门了呀 根本就没有N楼层啊 这时候正好来了一个大哥坐电梯 当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 哎呀妈呀 这是什么鬼 看见小贵妇的死状 那叫一个面目猙獰 口眼歪歇 直接像挠什么挠烂了一样 那个吓人呦 差点就把大哥吓得杨维走谢了 随后警察接到报警电话就赶来 而一直在尸体旁边的猫却没人管 这老警察就让小警察把这猫扔了 省得碍事 正巧小卷发经过 接下了这只小白猫 没想到这小警察和小卷发原来还认识 俩人互留了电话号码就分开了 小卷发把小白猫包回到宠物店里 可是宠物店的老板 根本就不让养在宠物店里 怕晦气 就让小卷发把小白猫包回家里养 因为还没到下班点 所以小卷发只要把小白猫 放在玻璃窗旁边的航空箱里 可是小白猫一直顶着门就要出来 还不断地冲着窗子外面叫 小卷发还在纳闷呢 你看啥呢 一扭头 我地马呀这是什么鬼 一个猫脸小萝莉 正趴在窗屋上看着他 这是哪家的熊孩子呀 是一下子就把小卷发给吓得麻爪了呀 咕咚一下就坐地上了 再抬头一看 冒点小萝莉不见了 晚上小卷发抱着小白猫回到了家里 而且奇怪的是啊 小卷发的家里啊 除了大门以外 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门 是卧室没门 浴室也没门的 原来这小卷发呀 是有幽闭恐惧症 关了门怕着火 打不开门是被烧死 还怕关了门 空气会不够他息的 憋死 我说老门啊 你这也不是幽闭恐惧症了呀 你这纯属是被害妄想症啊 变着发的想死法呀 正当小卷发在屋里逗小白猫的时候 小白猫突然就不玩了 跑到床底下猫了起来 小卷发还以为小白猫要和他玩茶长猫猫呢 就爬到床底下抓小白猫 当他把小白猫抓出来那一刻 突然看到床下 还有一双反着绿光的眼睛正盯着他 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还以为看错了呢 就又低头再确认一下 可是他刚趴下 就反着绿光的眼睛的脸 就搜了一下和小卷发 来了个对眼 哎呀妈呀 这是什么鬼 这不就是那个爱爬窗户的猫脸小萝莉吗 我说你是猫妖啊 还是小萝莉鬼啊 长着这一副猫脸 我都分不清了呀 作为一个年质颇深的僵尸 我真是自行惭愧呀 看到这猫脸小萝莉 让我想起了你们上边 曾经闹过一字沸沸扬扬的猫脸老太的时间 那假我是真吓人呢 把小姜我都吓到了呢 如果各位鬼友也想要了点一下 这个猫脸老太的时间 那就马上拿起手机 微信搜索小姜12306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关注小姜 我的私人目的 输入关键字猫脸 记住一定是猫脸两个字 极可了解到这件事 第二天小卷发就陪着闺蜜 绿茶婊一起去宠物领养中心 去领养猫咪 通过他俩的谈话 我们得知 这绿茶婊原来和那个小警察是情侣 但是后来俩分手了 而小卷发一直喜欢小警察 绿茶婊说不介意他们俩在一起 他已经不在乎了 而这次绿茶婊来领养猫 就是为了领养一只长毛猫 好打算拿它做美容猎手的猫咪 对于绿茶婊这个想法 小卷发感到非常气愤 却也没有办法 绿茶婊挑中了一只猫咪 当绿茶婊和工作人员 出去办手续的时候 不知道是故意啊 还是不故意的呀 撞了一下门 门就突然关上了 打也打不开了 患有幽逼恐惧状的小卷发 像是被吓了迷奥似的呀 整个人是不行了 趴在地上就开始吐 我去这是什么鬼 大姐你怎么吐出猫球来了 喜欢猫喜欢的猫上身了呀 怎么的 还是没事你也喜欢给猫舔毛啊 幸好随后赶过来的绿茶婊救了它 随后的日子 小姐发见到猫脸小萝莉的时候 就越来越频繁了 而且还不断地做噩梦 梦到一些关于猫的噩梦 她认为但是她的精神病又加重了 就开始各种吃药啊 一天她去绿茶婊家玩 绿茶婊为了抓猫给猫染色 就跑到更衣室里 更衣室的灯就突然忽明忽暗的 而且门也关上了 绿茶婊刚抓到猫 一抬头就看见了阴魂不散 走哪都有她的猫脸小萝莉 这给绿茶婊吓完了 以前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哎呀妈呀 这是什么鬼呀 吓死我了 哎就吓死了 那小卷发来到更衣室内 看到了那个猫脸小萝莉 吓的是不行不行的她 发现了倒在更衣室内 面容惨烈 遗憾就是被吓得 已经吓死了的绿茶婊 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件 使得小卷发开始害怕起了猫咪 她决定将小白猫还给小贵妇的老公 而小贵妇的老公 根本就不想要这只小白猫 说自从这只小白猫来了以后 小贵妇就总说 总能在家里看见一个短发的小女孩 小简发也觉得 这个小女孩的出现 和这只小白猫有关 她决定遗弃这只咸咸的小白猫 在回家的道上 她捡到 对没错 就是捡到了一个老太太 她将老太太带到了警察局 便遇到了小警察 在小警察送她回家的道路上 她向小警察谈论起了 她发现所有去世的人 都跟领养的猫有关 画面一转 来到了宠物领养所内 一个长相猥琐的工作人员 正在给猫咪注射安乐死的药物 等猫死以后 还拍照片留着纪念 哎呀这是啥人呢 这年代啥变态都有 拍裸照的 脑残照的 验照的 这个照那个照的 还有拍猫死亡照的 真心够变态呀 猫咪死以后 这个长相猥琐的工作人员 就把猫扔到炉炉里 给火化了 可是当她一回头 炉炉的门就开了 一回头 门就开了 这长相猥琐的工作人员呢 也是傻 她竟然把头伸进炉子里看 这要是鬼 不弄死你才怪呢 果不其然呢 这冒着小萝莉一出现 是直接就把她拉进炉子里 分分钟就给扫死了 为死去的冒凶冒闷们 报仇血恨了 一大早 小卷发和小警察 开车去了领养所 在车上 小卷发对小警察说了 她能看见小女孩的事 可是看样子 小警察不怎么相信鬼神的事 随后俩去了炉炉房 找那个猥琐的工作人员 没想到却在炉炉中 找到了已经被烧焦的 猥琐的工作人员 这烧的呀 这个黑的呀 只剩骨头架子了 真是她亲爹亲妈来了呀 谁也不认识她了 经过查找资料得知 小贵妇的那只小白猫 和绿沙表领养的 这只长毛猫 都是在一个地方抓到的 随后小卷发就找到了 那附近的动物保护协会 做调查 得知 在那边的一个小区的 过炉房内 曾经发泄了大量的死猫 只有部分的猫咪逃了出去 被抓到后送到了领养所 画面一转 小白猫回到了宠物店内 被店长抓住以后 抓进了航空箱内 关在了仓库里 正在这时 仓库的门突然关上了 正如各位鬼友所猜想的啊 这个猫脸小萝莉又出现了 哎呀这次怎么鬼 或新招数了啊 这次没有使用 吓死人的怀柔政策 而是采用了 极其残暴的 骑脖子抓死你政策 将店长活活刷死了 到小卷发赶到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门缝内流出来的血 一开门 已经惨死的店长 就直直的倒下了 赶到很害怕 却依旧很坚强 非要调查这件事的小卷发 决定去过炉房内 一探究竟 在半道儿却又遇上了 上次捡到的那个老太太 原来这个老太太呢 是出来找她失踪的孙女的 当然女主角都是 善良热心度怪险事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当不了女主角的原因了 小卷发将老太太送回了家里 随后她就在老太太的家里 看到了冒了小萝莉的照片 当时吓得又不行了 整个人都那啥了啊 当问起老太太 小萝莉去哪了的时候 老太太送了条微博给她 以表示对她的感谢 这时老太太的儿子回来了 是立马就将小卷发撵了出去 然后就开始在屋里 各种冲她妈发脾气 大兄弟你知道不 就你这样 在俺们下边 就容易被打瘫痪 问我为啥不直接打死啊 但来俺们下边的人 不都是死人吗 没法带死了 就一天轮着圈踢她 直到打懵逼不可 突然她听见门外有声音 以为小卷发还没走呢 这一开门 直接一拨毛就扑了上来 各种挠啊 死没死我是不知道了 死了更好 这下来了落在我手里 看小姐我怎么弄她 分分钟扒光油节 然后谈谈谈 离开老太太家的小卷发 跟着小白毛 来到了地下锅炉房内 却没想到 被房内的一群猫给袭击了 这时候她不小心 掉进了锅炉里 在那儿她看见了 一群猫的尸体 还有猫脸小萝莉 原来社区的人 为了驱赶锅炉房内的猫 决定将锅炉房封死 而这时总来陪猫咪玩耍的 猫脸小萝莉 为了保护这些小猫 被困在了锅炉内 在绝望中活活饿死了 了解到这一切的小卷发 将小萝莉奶奶送的围巾 围在了小萝莉的脖子上 紧紧地抱住了她 化解了猫脸小萝莉的怨气 就这样在感人的温情当中结束了 想想在最后呼吁一下 各位鬼友啊 小动物呢 你不喜欢可以不养 但请不要虐杀他们 请尊重每一个生命 各位鬼友们的福利来了啊 春节临近 小姜为答谢各位鬼友 这半年来的厚爱 准备变卖棺材 牺牲肉体 卖身换钱 给各位鬼友以抽奖的形式 送去新年礼物 奖品有限 机会难得 到时更有千元超级大奖 和限量定制版小姜玩偶等着你拿 只有看完节目 订阅我们并积极回复的鬼友 才有机会抽奖哦 超级大奖等着你们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并留言 说出你们的新年愿望吧 爱迪维屋的鬼友留言说 小姜啊 你录了那么多期节目 咋一点都不带镜头感呢 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我左边瞅啥 那边有姜妈是不 不 不是 跟你们坦白吧 那边棺材 躺着是我新买的女朋友 我说这几天风那么大 我不多瞅几眼 要是被风刮跑了 咋走 爱迪维 楼以梦的鬼友留言说 听说小姜要牺牲肉体 多少钱一斤呢 我的这个牺牲肉体 可不是卖身上的肉啊 卖身裤衩 站在红灯区的街角 对来往的人扶手弄死 让他们来买我的光盘 哎大哥要盘吗 爱迪维 原味的鬼友留言说 小姜白里透红的肌肤 是怎么保养的 这是我们地府 重鬼皆知的秘方啊 那就是捂着 有太阳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出门 白天我们也不出门 就在家里捂着 然后这就白了吧 脸撒白撒白的也不好看呢 出门的时候 就抽自己几个大嘴巴 这样就能白里透红了 还有想要给小姜 提意见 或者提问题的鬼友 可在下方的评论区 或微信中留言 小姜会第一时间回复 小姜还会在每期的留言当中 挑选精彩留言 惊人吐槽 你的留言将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各位鬼友还在等什么 都妈溜造起来 开始留言了 好了 各位看官 今儿到这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你赶紧拿起爪击 微信搜索 小姜12306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关注小姜 我的私人目的 每天各种重口奇葩鬼片 兴用来袭了 大家我们要躲一躲 白了个白摸摸哒 小姜我也躺下了 没事下来找我玩了 小姜